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有很多人问我关于日本生产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日本的生产观念跟台湾蛮不一样的 当然现在是有在改变啦 但是日本还是普遍是不使用无痛的完全自然产 当然原因有很多 例如有很多医院没有专门的麻醉衣 然后无痛没有那么普及 又或者是无痛的价格比较高 那又或者是有些比较传统一点的观念 会觉得要经历自然产的痛才算是成为一个妈妈 那当然现在价值观有在改变 不是全部日本人都会这样 但是我自己就听过蛮多人是这样讲的 所以让我印象还蛮深刻 那现在也是能够提供无痛分娩 还有剖腹产的医院都是偏少数的 毕竟我是台湾人嘛 所以我的价值观还是比较偏向台湾那边 当初决定要在日本生的时候呢 我就决定我不要照着日本的价值观走 即使课金我都要选择无痛分娩 毕竟辛苦工作的钱就是要用在这个地方 我这次选的产院呢其实蛮特别的 是鱼丸推荐的 之前鱼丸在这里生 他非常的推荐 他就介绍给我 然后我就想说 那如果我怀孕在日本生的话 我也要选择在这里 这整家医院呢 只有院长一个医生而已 那这个院长呢 他主要是主张 生产是不需要经历痛苦的 生产应该是要像一场家庭旅行一样 轻松舒服 是采用完全无痛的计划分娩哦 主要是用催生 一开始就打无痛分娩 让你整个产程是没有任何疼痛的 那当然这是因人而异啊 因为其实 我后来实际生产的时候 我的身体是 对麻醉效果比较 没有感觉的 所以我还是有经历痛 可是 那个痛感 我觉得真的跟经历自然产的产妇 的痛感还是差蛮多 虽然也是很痛啊 但日本一般生产完之后呢 大概要住个四五天 这家医院他们也是依照房型提供 让老公还有其他小孩子 可以一起住宿 而且老公可以陪产 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有很多地方是限制 老公不能陪产的 那有些医院本来陪产 就规定的比较严格 例如生小孩的前几分钟 老公才可以进来之类的 但是因为我很希望 就是文档可以跟我一起参与的整个过程 所以我就选择这家医院是一开始 我老公就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的 那另外他们的装潢 还有餐食也比一般日本的综合医院 还要豪华 听说有很多明星也都是在这里生产的 那毕竟是可能一辈子 就是只有一次的经验 所以就决定刻金刻下去 其实这家产院的房型呢 是当天你来check in 你才会知道你是什么房型 那你可以选你想要的房型呢 三个顺位 因为老公可以住宿的房型 只有三个 所以我就从最便宜的 朋友到最贵的 结果就是真的是运气没有那么好 当天分发的时候我是拍到最贵的 一开始其实蛮低落的 可是因为后来生产完经历疼痛 觉得没有很舒服 那也觉得好险啦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房型的窗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睡得算蛮舒服的 只能说是宝宝帮我选择的 那就先开箱给大家看 这个房间长怎样吧 我们这一次住的是三楼 是最里面的房间 因为我们这个房型是最大的 我们住的是311号房 那就开箱给大家看啰 一进来房间呢 就有一个衣柜 这里呢我们就是拿来放我们的外套 整理在里面 衣柜的旁边就是厕所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厕所的感觉 我们这里卫浴设备的部分是干湿分离的 他们这里最便宜的房型呢 在沐浴的部分好像是共用的 我觉得真的是共用的比较麻烦 所以还是自己房间有像这样子的沐浴会比较好 卫浴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镜子 我可以跟文档两个人一起在这里梳洗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他们的洗手台 我自己有带出 苏菲爱柔吸水净爽女性专用露尿棉垫过来 听说产后也会有露尿的问题 所以我就一起带过来了 他们这里就是有提供马克杯可以刷牙用 然后刷牙的set 然后还有洗手乳 我觉得生完小孩之后真的会变得非常常洗手 那洗手台旁边这里呢就是我跟文档自己的东西 那他们这里呢有另外附那个Skin Care 我觉得他们附的这个牌子还不错诶 就是化妆水还蛮保湿的 然后下面是配品的部分 它是有body towel的 还有这个cotton set 旁边这里还有毛巾跟睡衣 它的毛巾跟睡衣呢是每天都一定会固定换的 那其他配品呢都是没有的话要打电话 那他们才会送过来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的睡衣花样是唯一的缺点 因为真的是有一点点土 然后是墨浴空间的部分 墨浴呢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是 因为生产完整淋浴嘛 站着洗头那些很容易昏倒 所以这里有设置可以做的 我自己在淋浴的时候呢都是坐在这里 还有基本的洗发精润丝 跟墨浴乳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房间的部分 大家看采光超好的 每天起床看到阳光照这样就觉得很舒服 然后大家看我们文档现在正在跟娃及宝宝在玩 然后给大家看我们的床 我们的床是queen size 然后只有这个房型是queen size 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必要睡到这么大的床 可是因为其实我生产完 就是有伤口 那我真的只能平躺 不然我就会很不舒服 我都会睡大字型 这个queen size就很够我躺大字型 然后文档睡在旁边 我们两个中间也可以放一个长型抱枕 就都可以睡得很舒服 不会打扰到彼此 他们的棉被套啊枕头套也都是他们自己医院的 那床的旁边呢就是办公区 那我们两个呢都会在这里工作 他们的椅子这里呢也有田园圈坐垫 这里是他们医院自己出的 诶真的有伤口一定要坐田园圈坐垫 就好舒服哦 整个办公空间它的桌子还蛮大的 我觉得还蛮舒服 就比较可惜的是椅子只有一张啦 就是整个人在这里办公 那他们这里有提供这个水壶跟酒精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的呢 是他们这里有提供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还有花草茶就可以来这里好好地享受午茶时光 还蛮优雅的 然后是空气清净机还有电视 然后这里呢是像是客厅一样的地方吧 那我们两个呢也都会坐在这里聊天啊 整理资料啊就是有很多东西要做 觉得其实整个环境还蛮舒服 也还蛮大的 因为我们 sucked宅 series 假认常的对手 许多对手 当好 encryption HR伴 spaced 更宅度逮也有其他空间的冷静 最 15分材再燃 并力辱的我来说 又一次 你也會聽到Ru的患者 也會聽到我患者的患者 也會聽到我患者的患者 也會親切地教導 主持人都很親切 對 我們在醫院生產的都可以拿到一些小禮物 我們文章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開見的時候 我開見的禮物給我了 寶貝 寶貝 還有這個 可能是在肩膀上的東西 然後他們還有送沙布金組合 其實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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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本子好可愛喔 好棒喔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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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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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在這裡使用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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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它整個房間差不多就是這種感覺 我真的覺得他們的採光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一整天我們幾乎都是待在房間裡面嘛 就是它整個環境都讓人覺得蠻舒服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個醫院是分成六層樓 那首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櫃檯 這整家醫院的它的裝潢都是走木質調 很溫暖的風格 我覺得整體的裝潢真的超像飯店的 非常的特別 就真的很難想像它是一家婦產客醫院 除了很多日本人之外 那也有很多外國人 我覺得很多外國人就是會因為他們的無痛 然後還有他們這裡的一些很好的服務來的 廁所會覺得超漂亮的 而且他們的血壓跟體重機是合在一起的 我也覺得很酷 邊量血壓的同時就可以邊測體重 然後還有自動販賣機 他們醫院蠻可惜的就是沒有販賣部 就只有一台自動販賣機 旁邊沒有便衣商店 要出去走一下才會到一家比較大價的超市去買東西 我覺得這一點是比較麻煩的 那他們這裡還有兒童是 因為有些媽媽可能來產檢的時候 或者是怎樣還會帶小孩 我自己覺得他們還蠻有隱私的 就他們叫人的時候是叫號碼 就不是叫你的姓氏 因為我自己被叫姓氏會覺得有點尷尬 那這個是一樓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二樓的部分 二樓的我已經對產房跟產床有點隱隱了 因為我在那裡真的是躺了24小時 那媽媽在產房裡面一開始打無痛的那個時候 老公是不能進來的 那老公他們就會聚集在休息大廳那裡 所以每天就是看到那個在打無痛的時間那裡 就會聚集了一些爸爸 然後大家就會感覺都很緊張那樣子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還有新生兒式 新生兒式的寶寶也沒有到很多 護士跟駐產社的人員也都很充足 這一點是讓我覺得還蠻放心的 沙龍會依照房型可能會送一次的腳部按摩 那我就去那個腳部按摩 我覺得超舒服的 就是我有在產院的一天Vlog裡面有拍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三樓四樓是課房嘛 那五樓呢就是dining晚餐的餐廳 在住院的最後一個晚上 他們會提供一個法式套餐晚餐 就是只有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享受兩個人的時光 那寶寶可以交給新生兒式顧 可以從照顧小孩 剛生完小孩的那個很疲憊的心情 又重新回到過去生小孩之前的日常 我覺得是他們醫院算蠻注重的一個體驗吧 那六樓呢就是他們的Statio 可以在那邊做一些孕婦瑜伽 或是產後修復運動 那有到還原後期身體比較疲憊 比較少更新影片 沒有多跟大家聊到天 但是不管是在Instagram還是YouTube 都很多人傳訊息或是留言 問我孕婉前的身體狀況 除了齒骨痛、容易喘 還有睡覺不好睡之外呢 最多人好奇的真的就是懷孕後期 壓迫旁觀會導致的貧尿還有漏尿的問題 也是我人生至今到懷孕前都沒有過的困擾 聽身邊媽媽朋友們分享 他們說生產完之後呢 還是會有漏尿的狀況 不是只有懷孕中才會發生的 所以我也有把漏掉棉墊帶到產院來 我有在生產前拍下當時大肚子的樣子 也分享給同樣漏尿困擾的大家 嗨大家 那預計我生產的日子呢 只剩下一個禮拜了 我現在超緊張的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肚子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現在肚子差不多是這麼大 現在的狀況呢 就是我只要腹部微微微用到力氣 像是打噴嚏或是哈拉大笑 就非常容易漏尿 真的是人生初體驗 完全失去掌控 超困擾 那一開始我是用身體期的護墊 但是使用一陣子之後發現 護墊很容易會有失年悶熱不舒服的感覺 還很容易會有異味 常常需要立即做更換 那我本來以為只要勤換護墊就可以解決了 但是一直中斷手臂的事情去更換也很麻煩 尤其是出門不方便更換 更容易覺得很焦慮不安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是文當開車帶我出去 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 我打噴嚏就漏尿了 又不能更換護墊 就長時間坐在那裡感受那個失年的感覺 還有那個味道 真的就很不舒服 那後來我在產檢的時候就有問醫生 醫生說因為經期的經血分泌物都和尿液不同 所以不能使用針對經血和分泌物的護墊或衛生棉 要使用專用的漏尿棉墊 後來查了很多資料之後 我最後是用蘇菲艾柔吸水淨爽的女性專用漏尿棉墊 蘇菲艾柔是日本銷售No.1 最多女性用的漏尿專用棉墊 全部都是日本製的 所以用起來很安心 因為我是第一次懷孕嘛 會碰到什麼狀況都不知道 所以選擇這種大家都在用的大品牌最安心的 用了之後體驗感真的完全不一樣 沒有以前用護墊的失年悶熱感之外 也不用因為要頻繁更換中段手邊的工作 那我自己用了一陣子之後呢 沒有想到蘇菲艾柔就來找我合作了 我真的超開心的超榮幸 馬上就說我願意介紹給大家 因為它平常就是我自己在用的品牌 這裡也做個實驗給大家看看 漏尿棉墊跟護墊的差別 好 大家現在看到畫面右邊這一片 是蘇菲艾柔的吸水淨爽漏尿專用棉墊 左邊呢 這邊是一般的護墊 那我這邊準備了兩杯各3CC的藍色的水 現在把它倒下去看一下這兩片有什麼不同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我們現在計時25秒 好 我們在等待的過程就可以看到 蘇菲艾柔這邊其實已經吸收得很快了 好 時間到了 那我們現在用衛生紙來快速的擦拭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蘇菲艾柔這邊是非常乾淨的 那護墊這邊呢 還是濕濕的 而且我們看護墊就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 蘇菲艾柔這邊吸收是非常好的 很乾爽不回盛 那護墊這邊的大可以看顏色還很深 因為它還沒有完全全部吸收進去 因為護墊本身不是針對液體做設計 所以在吸收度和乾爽度都和蘇菲艾柔有很明顯的落差 自己用蘇菲艾柔的時候 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它有很多優點 首先是棉墊本身非常的柔軟輕膚又很薄 出門攜帶很方便 我如果有要出去住宿或出去玩的話 都會拿幾片放在袋子裡面 大小雖然跟護墊差不多 可是尿液的吸收力卻差非常多 吸收力真的非常好 可以瞬間吸收尿液不回盛 就非常的乾爽舒服 大家知道懷孕的時候很容易會很遭動 如果有一點不舒服的話呢 很容易覺得有點煩躁 但是用了這個漏尿墊之後呢 因為很舒服嘛 所以那個煩躁的心情就減少很多 而且蘇菲艾柔還有24小時消臭 如果真的不得已不方便更換的情況 也不用怕別人聞到異味 因為每個人的漏尿狀況不一樣 所以這個系列呢 他們有從3cc到15cc都可以做選擇 就算是只有一點漏尿呢 最好也是要使用漏尿棉墊 才能確實地避免失黏或是有奇怪的味道出來 也比較可以預防感染 推薦給大家用用看喔 老實說在我自己懷孕之前 我一直以為懷孕就是大肚子行動不便而已 真的完全沒有想到懷孕和生產 會發生這麼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可是真的雖然過程有很多辛苦的時候 只要看到寶寶的臉 那一切都覺得值得 舒菲艾柔呢 真的是我運完期的神隊友 我朋友說產後因為骨盆肌鬆弛 所以漏尿問題一直困擾他很久 有一樣問題的媽媽們呢 也都可以放心 舒菲艾柔在產後復原也可以派上用場喔 不只是懷孕的時候 在我們產後呢 也可以幫助我們生活更方便更輕鬆 現在只要加入舒菲艾柔的官方LINE好友 就可以免費索取試用包喔 另外現在通路都有優惠促銷活動 詳細連結我都放在資訊欄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資訊欄喔 寶寶在叫喔 那這支影片呢就是我的產院 還有產房的介紹 當然因為醫院不一樣 不是每個日本的醫院都是像這樣子 但是這是我的情況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有任何問題呢 或是有想要說的話 都可以在留言跟我說 我跟文章真的超愛看大家留言的 我要去弄寶寶了 那謝謝大家看這支影片 大家再見 掰掰